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他在媒体当中表现出来的手法的现象太不同了 跟不正常 就是跟这个社会的概念不正常 这种不正常就表现出背后的有故事 特别是朱瑞峰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大概美国之音连续登出了三篇 在他的被采访当中的内容 我个人感觉有一些非常值得大家注意的现象 昨天节目当中我们已经跟大家分析了 朱瑞峰提到威胁他的人 就是替雷振夫说情的人 都是跟宣传口有关系的 而且特别提到了 他提到两个最大 雷振夫找的人都是北京的人 一个是北京最大的KTV的老板 KTV的老板他影响到什么份上呢 他影响宣传的主管宣传的部分 里面他引述了一个故事 新京报一个姓冯的记者 写了篇报道 这个KTV的老板就说 你写吧 你发不了 你根本发表不了 那个新京报记者挺年轻 年轻气盛嘛 对北京的水到底有多深 不知道 7月21号经过大水 那水根本比起中南海的水差远了 所以他就干了一把写了 写完之后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发生 也没人给他敢发表 没发表 KTV这个老板就这么大本事 小样子 管你是老计小计 全给你计的一块 记个老爷们扣 让你解不开 而这个老板 在面对朱先生本身的时候 他描述的很清楚 是求情 没有过多的威胁他 而另外一个人呢 他朱先生描述的 是世界上最大的媒体的一个副总裁 大家掰手指都算 谁都知道是谁 而副总裁找到他 说的是什么呢 说是受人之托 比他还大的官 找他 要他跟朱先生说 雷振复这个东西不要放 是这么讲的 对吧 我们可以追溯到 你不信你翻翻昨天节目 能够把中共最大的媒体 号称世界上最大的媒体 副总裁 给触动 让他亲自去说 谁管他 中宣部部长 你只能这么讲 中宣部的口 部长一级的口 副部长一级的口 那就是搞不好 就是政治局委员 政治局常委 有朋友在我留言当中 就提到说 应该是刘云山吧 或者是李长春 但是李长春 现在没职位了 政治局从九个改成七个之后 咱也不知道他是什么官了 应该没官了 对吧 他是主管宣传的 主管这一方面 刘云山10年做中宣部长 现在新的中宣部长 说如何如何呢 说不好 我个人觉得说不好 可是他们都没动用国家公器 而是私底下干 所以在昨天的另外一个节目当中 我跟大家分析就这么说 我说这就说明 干掉雷正妇 应该跟习近平反腐的大方针有关 所以能够管上最大媒体的副总裁的人 找雷正妇是说情 而不敢动用公器 就是不敢触弄习近平 才会出现现在的场面 这就是我想说 雷正妇真正的这个盘子太大 雷正妇就是个引子 不是真正的药 就是个药引子 他有把柄在手里 五年前给录了录像 大家想想 中共官场有多黑 如果从这个角度上说 你说在北京的围观的 上海围观的 天津围观的 有多少你们淘气的时候 被人家给录了像 而录像的人 就是你手下的国安公安的人 这就是现实的社会 所以这就是我说 这件事情的引子比较大 美国之音今天披露出 他对朱瑞峰的第三个的专访 这里他提到一个警方保卫安全的问题 和他遇到了威胁的问题 文章题目这么说 揭秘者受到威胁报警 警方保证安全 文章讲说 因为把雷真富的视频拿到网上 公布于众的人民监督网的创办人 朱瑞峰已经成为了公众瞩目的人物 11月27号称 他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手机可能已经被重庆等一些地方监控 他同时表示 美国之音对他的专访可能引起了高层的重视 北京警方在收到他威胁信息报案之后 很快向他保证 将对他的安全提供保护 并对非法威胁或企图绑架者实施抓捕 绝不手软 北京的警察这么说 因为他现在住在北京 文章介绍讲说 人民监督网的创办人朱瑞峰 星期二晚上对美国之音表示 他手里还有几份涉嫌重庆 一些厅局级官员的影视材料 他将选择比较安全的时机 按照调查记者的操作规程进行必要的查证 然后预公布 但是目前他已经被很多眼睛盯着 这个说法就我在上期节目当中讲过了 他触及到的是中共的厅局级的官员 厅局级的官员是能数得出数了 手里他还有四个没放出 他可以这么很光明 很大大方方的跟美国之音记者说 他要财政 他要如何如何 警方 中共的警方不对他采取任何措施 不把他手中的资料拿出去 道理太简单了 他把事给搅成这么大了 王岐山为什么不说 我从中纪委的角度来讲 把他手里那些资料拿出来 看着都是谁 查一下是对是错 不就完了 这事就能捂住了 你朱瑞峰又能怎么样呢 朱瑞峰自己也讲得很清楚吧 在过去里面 他披露出一些资料 他的网站经常被封掉 他自己也因此被抓过 但这次没有 而他的资料是被重庆的警方放出来的 所以我曾经说过 朱瑞峰被人当枪使 无论他怎么说 客观事实在我的眼睛里是这样 因为太不正常 然后他自己又讲说 认为比较安全的时机 按照操作手法查证 然后予以公布 什么叫安全时机 什么叫安全时机 然后查证操作 你费那劲干嘛 涉及到政府官员的问题 对国家负责 对党 对党负责 对人民负责 对重庆负责 都应该国家去插手的 为什么没有 对吧 我相信从哪个角度 大家都能理解我刚才说这个 这番话 这就对上了 为什么当初雷正复下来的时候 他是靠人求情 无论来多大的官 都是求情 而没有用公权力去直接威胁他 把他东西抢走 没有 所以这是大家伙一块在演戏了 我不是说他对 不是说他错 我记得我昨天 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 我提到说 反腐是绝对的 但以反腐为了获得自己的权利的人 那就是龌龊 因为是欺骗 欺骗老百姓 欺骗公众 欺骗社会 因为在从八九六四之过来 过来的过程当中 党一直以反腐的方式 来取得民心 温家宝也以清廉的方式 来表现出自己跟别人不一样 让人们抱以希望 但是呢 抱着希望 反腐的过程中走到今天 这是我相信朋友能够认可 而他拿到的是五个 加上雷正赋 是五个 重庆市的厅局级的官员 网上有个消息说 重庆市市委里面 一共有十一个厅局级官员 他自己手里就干掉五个 咱大家想吧 你怎么反腐吧 你说这是薄熙来的问题 哪不是这问题呢 这就是我讲过的 以这样的方式呢 其实根本无法服众了 因为今天你无论怎么玩 都是玩你自己 你只要在共产党的一党 独裁的体制之下 你怎么玩 都是玩死你自己 无论你今天是政治局常委的 还是谁 文章还提到说 这是朱瑞峰讲 今天我也接到内部人士 告诉我一些信息 我当下的手机已经可能是被某些地方报到检测地方 也就是说他这话就别扭绕口嘛 他是口语转过来 其实就是说他的手机被人监测了 对我进行监控 另外他们可能已经在重庆的某些宾馆预留了房间 只要等着我拿身份证去入住 可能那个摄像头就已经了 我全部在摄像头的下面 我很好的一个朋友今天通知我了 他让我小心点 因为他直接拿下来 听起来就前言不达后语了 给我的感觉呢 就是说是重庆的人在监控他 他只要在重庆露面 在宾馆露面的话呢 他可能就在监控之下了 我自己的感觉呢 反正这事出来之后呢 无论是重庆还是北京 其实都在控着他 无论想弄重庆的 无论是重庆的官员自己 还是弄重庆的官员本身 不同的势力都在监控着他自己 都在监控着这个朱瑞峰 而不仅仅是重庆本身 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 因为这无意当中 卷入了中共最高层的权力打斗 那朱瑞峰还表示说 北京市公安局德盛门派出所的一位警官 刚刚打电话给他 要他注意安全 相信这是应该他的锁住地了 朱瑞峰接着讲 说这个派出所的警察跟他说 北京市公安局领导 还有西城分局 对这个事很重视 他现在准备将我前天报的案 马上移交给北京市西城分局的行政部门 立案调查 他说朱先生你随时都有危险 随时打电话来 我们马上会立即出警 他还表示 朱瑞峰先生是我们辖区的居民 我们有义务保护你的安全 不管哪个地方的官员 他的职位有多高 只要是违法对你进行恐吓威胁 或者对你进行绑架的话 我们的民警绝不手软 我们一定会依法对他进行抓捕 他刚才的电话已经说了 所以我很感谢美国之音和世界媒体对我的关注 这话呢 我们得两头听 我还是说那句话 他手里拿着另外四个人的录像带 他这么危险 这个西城分局德尔门派出所的这个警察 向他这么保证 你费担心干嘛 你把那四个带子给他们不就得了 你给北京市公安局不就得了 给北京市给西城分局不就得了 你手里拿着带着 你出门又有危险 你怎么去核证 然后你要找到安全的时机去拿出来 然后这个说 北京市德尔门派出所的一个小民警 敢跟你说 甭管他多大的官员就抓他 谁抓谁啊 这说的不是都是片汤话吗 但为什么这么说呢 透过朱瑞峰的话 接受美国记者采访 把这话传出去 传给谁听呢 传给重庆的今天的官员听 所以在重庆要进行大清洗 在大清洗之间吓唬这些当官的 让他们说薄熙来有什么罪 这是游戏 这就是游戏了 所以我不是说朱瑞峰对和错 我是说这个体制啊 现在我们看到的所有的故事 大家注意到 我一直说一个概念 共产党完全满党 在任何框架 共产党的框架之下 去做任何所谓正义之事 似乎都是邪恶的 完全完蛋 走到绝路 天灭中共呢 我有一期节目说的比较绝 对吧 天灭中共就在眼前 谁在跟前 谁就到时候 显现的时候就咔嚓 人在做天在看 让所有人都知道 丧失良知 丧失人性之后的报应 这种报应 有些人是看不见老天爷的 轮不着你看 因为你能看到的就是阎王爷 你看不见老天爷 那个时候就明白了 有些朋友还不信 我一直跟大家解释过 濒死经验 在唐山地震的时候 很多人后来被救活了 你现在在国内看到这样 看过这样的视频和这样的书 被救活之后 这些人都说 他们自己看见了自己的尸体 看见了自己被抢救 看见了医生怎么抢救他 他都看见了 那人死了 他怎么看见呢 不就那魂从那个 从这块肉身上出来了吗 所以就看见自己的肉了吗 他不用眼睛看吗 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当真正老天爷干的时候 是对你的灵魂进行处罚 你真正死不了的 那个时候你就明白了 全完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一直讲 什么推翻共产党 这都下掰 是共产党本身展现出来的邪恶 今天走到了极致 但是大家在政治游戏当中 在试图当中 在追求自己理想的过程当中 在满足自己的欲望过程当中 在满足自己的 甭管是维护了什么利益 什么权利 自己的出名啊 混的挣钱啊 还精精有味的在奔波着 在争持着 就是个怕 那周日风也表示说 习近平接任总书记之后呢 立刻强调反腐 他说这次应该是玩真的 那因为整个案件牵扯到薄熙来 王立军 那与雷振复有关 而他所主持的人民监督网 据说最近呢 非常稳定 每天有十多万人同时在线 他说这是很少见的这种现象 同时他也提到说 包括河北山西等地一些高级官员 多次以冒充黑社会的方式 对他进行恐吓 那雷振复手下的小弟 最近对他发出威胁警告 现在又有重庆地方贪官 暗中监控他的行踪 因此他不认为今后 他可以继续从事新闻调查 和公民监督会会一番风碎 这个前后说的有点矛盾 对吧 地方势力呢 跟雷振复有关系的人呢 威胁他 另外呢 有人认为自己是那个 四个袋子当中的一位 也会找人去威胁他 这是肯定的 那我也相信呢 他看过那另外四个袋子 他知道那里面四个人是谁 朱瑞锋自己知道那四个人是谁 那另外一派也知道那四个人是谁 对吧 所以搅在一起了 但是我为什么一直提到 就是说 习近平的高调反腐 那孙政才的高调反腐 朱瑞锋的如此的配合 这是问题 这是问题 所以这是我们想说的 我不是说对 不是说错 我是说 这是事情的真实的一面 这种真实的一面 我们想提醒的 就不能用这种权斗的方式 来维护共产党本身 那会遭报应 所有的人都在其中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欢迎订阅